欢迎来到今天的FreeTalks 非常非常多的老领导呀高层啊中层干部呀 他们其实啊都是站在爆料革命这一边的 站在郭文贵先生这一边的 站在灭共这一边的 只不过呢他们碍于啊 现在还在习王两人的绑架之下 所以呢是敢怒不敢言 因此啊就会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 小五就在想啊 莫贵英战友有这么多的来自老领导的情报 那么这个老领导或许啊不是一个他 也许是很多个他 大家还记得莫贵英战友呢 是曾经和我们说过呀 在中共当中啊 有一派的势力越来越大 那就是灭共派 小五深信不疑 接下来的几天啊 小五呢就会在Freddy Talks 小五说的节目当中啊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爱听不听当中的一些重点 或者呢是郭文贵先生 在直播当中的一些重点来进行展开 那今天啊我们首先就来看一看 中美贸易战签约当中的一些 有点意思的事情 这当中啊关于偷钢笔的这件事情 也是今天节目的一个重头戏 钢笔这件事情啊本来小五呢不是特别的在意 但是啊政治局务非常高的郭文贵先生啊 首先在他的直播当中呢就讲到了 钢笔这件事儿大家要仔细看 要认真看 反复的看了之后啊就发现啊 在工作人员啊有偷笔的行为之后啊 这个刘鹤呢有一个很紧张的一个状态 而后呢这工作人员又透露给刘鹤了一句话之后呢 刘鹤又有紧张胶着的状态变成了玩耳一笑又很开心的状态 然后最后呢刘鹤又成功的从川普总统那里拿到了一支笔 这件事情啊才算告一段落 所以小五啊非常赞同木贵英战友在节目中的判断 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啊与其说是几个中共派出去的官员啊在抢笔 更不如说呀就是签字的这个刘鹤在偷笔 战友们大家想一想刘鹤偷笔这个事儿 它的意义啊到底在哪儿 这就在于啊中国共产党啊刚刚签字要承诺不再偷美国的东西 然后就把签字的笔给偷了 这说明了什么 这就说明啊中共他做贼的本性 以及啊他将来这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协议是绝对无法兑现的 咱们再看木贵英战友的分析 他说刘鹤啊就是习近平的一个执行者 他是没有能力去兑现贸易协议当中的任何条款的 他没有兑现贸易协议的实力能力和权利 1952年出生的刘鹤啊也很快到了退休的年纪 说不定啊签完约之后啊中共就会找各种理由啊 搪塞他让他退休 然后呢就说这个协议不用再履行了 你跟谁签的协议你找谁去啊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流氓的本性 和流氓说道理 那可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因此啊小五觉得啊 这刘鹤偷比这个事儿 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他可以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特征 就是他是一个做贼的本性 他是一个天生的小偷 一个天生的流氓 中国人啊让共产党来代表中国 来代表所有的中国人 那不就是向全世界说明了 我是贼我是小偷我是流氓 我不会遵守规则 谁和我做生意啊 我就抢劫他 我就偷起来他的技术 我就想念一切办法的坑门拐骗 中国人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吗 战友们 所以这个时候想一想 郭文贵先生 在美国所倡导的是多么的有价值呀 中共不等于中国 中共不等于中国人 只有灭掉中国共产党 中国和中国人才能够在世界民族之灵 真正的扬眉吐气 大家永远要记住 美国是排共 不是排华 也不是排华人 在这些原则问题上 千万不要被中国共产党给带跑偏了 看一看中国共产党派出去的高级官员 在和美国签约时候的这些丑态吧 实在是丢尽了所有炎黄子孙 华夏儿女的脸 然后啊 穆格英寨啊 就和我们爆料老领导 未料的内容了 这首先啊 这里面呢 是包含了七大关键词 第一是香港 第二呢 是以色列的吉布兹 第三呢 是关于啊 进一步啊 通过交通物流割酒菜当中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银行 第四呢 就是希望是如何设计这个中东的 希望中东啊 成为第二个911 带来所谓腾飞的十年 第五呢 就是继续寄希望于这个弹劾川普总统能够起作用 也希望呢 在2020年11月份 川普总统的连任竞选会失败 第六呢 谈到了台湾 而第七呢 是谈到了要继续的输出革命 要在全球范围内啊 掀起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高潮 其他关键点呢 小五准备通过三期的节目 和大家啊 不断的进行展开和深入 那今天呢 小五想挑选其中的一个自己最感兴趣的点 和大家来进行分享 那么这个啊 就是关于啊 交通物流 也就是高速收费 为什么突然间抖增啊 被莫贵英债友 可以说是一语惊喜梦中人啊 莫贵英债友在节目中透露啊 高速公路突然间增加了这个收费 是因为银行啊 作为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的出资分 而这个呢 小五也在网上找到了相关的素材和资料 就是这高速公路啊 很多呢 都是由银行进行贷款筹建的 那么银行突然间啊 要收回他的贷款的话呢 就导致高速公路在运营方呢 就会得到很大的压力 他一定要在迅速的 短暂的时间段里面 就要回收他的所有成本 因此呢 就突然间就增加了高速公路的收费 来还银行贷款 讲到这儿啊 小五呢 就想到了1960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当时的中国是实行了 一平二调三收款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模式 而这个模式正是导致 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陷入停顿 中共国的身灵涂炭 老百姓活会被饿死 这是一个关键点 而这个一平二调三收款 也是被中共的所有的历史档案给删除的 可见中共非常不希望老百姓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而这件事的真相 又一次的出现在了高速公路收费的抖增上面 是一个道理 还不就是那个三收款吗 他要把借贷给民营企业的 借贷给高速公路的运营方的这个钱迅速的收回 这个收款就导致了很多的民营企业 会一下子资金链断裂导致破产 一想到要让民营经济啊 丧失活力彻底破产 就不由的想到 中共就是希望通过消除一切私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啊 来扶持央企和国企 可见啊习王统治下的中共国啊 所有的策略措施都是一脉相成的 最终央企和国企背后的力量是谁 是盗国贼 是那500个权贵的红色家族 最终所有的一切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都将会消失殆尽 任何能够产生利润的行业 任何能够压榨老百姓的途径手段和渠道 全部都归500个权贵的红色家族所有 你若没有这中间的生殖器的关系 不好意思 你就是这个党 中国共产党的敌对方 你就是被剥削的 或大或小的韭菜 银行突然间收紧 对高速公路和ETC相关的 这个投入的贷款的收回 就体现出了 上梁不振 下梁弯 CCP 中国共产党 是一个耍流氓 耍无赖的黑社会组织 而他旗下的银行 也一样耍流氓 耍无赖 在这样的独裁专制的高压统治之下 任何的民营经纪 任何的民营企业的企业主 都没有办法 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你活着 你喘息着 你在呼吸着空气 你都会觉得 随时你的生命都会被中国共产党割掉 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今天节目的最后 小五祥忍不住的跟大家说一句 这社会主义铁拳 不是空穴来风外战友们 当社会主义铁拳的组合拳 真正的砸在墙内的老百姓的身上的时候 砸谁谁疼 当国内民不聊生 分身鹤立 草不皆兵 生灵涂炭之时 难道才是中国老百姓的觉醒之时吗 虽然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但是谁也无法阻止中国共产党的疯狂 谁也没有办法阻挡 习近平王岐山二帝一体下 极权专注统治 对于中国老百姓的剥削 镇压和奴役 这就是今天的Fraget Talks 下期见